朋友们大家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红烧带鱼的做法 这个做法呢,真的是特别的简单,也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鲜香 首先呢,咱们来准备这个带鱼 我这个带鱼是在超市里买的,直接是这种段的 咱们给它清理干净 然后呢,沥水备用 准备一些配料 葱,姜,蒜,干红辣椒,八角,麻椒 然后再准备一些调料 料酒,香醋,鲜酱油 准备一个盘子,然后打入一个鸡蛋 把鸡蛋呢,给它打散 咱们就是说,沾上这个带鱼 带鱼给它裹上一层蛋液 这样子呢,也不容易粘锅,炸制的时候 锅中热油,油温在六七趁热 咱们放入这个裹满蛋液的带鱼 给它炸至小火,一定要小火 炸至两面都金房了 咱们装盘备用啊 然后呢,另起一锅 咱们呢,爆香这个八角,麻椒,干红辣椒 给它爆香一下啊 爆香之后,咱们放入带鱼 加上一勺醋,咱们给它就是说,稍微放冻锅一下 咱们不要焯带鱼,这样带鱼容易碎啊 然后加入料酒,鲜酱油 加入半碗的水,放入其他的配料啊 葱,姜,蒜放入 然后咱们给它大火烧开,转小火 慢慢的炖啊,炖15分钟 15分钟之后呢,咱们再开大火收汁 汁呢,也不要收得太干啊 嗯,然后出,就是说出锅的时候呢 咱们放入盐和鸡精 给它焯拌均匀啊 然后撒上一些小葱花就可以了啊 既好吃又简单的一道菜 大家可以学做一下 感谢老铁们的支持